榴莲季节也到了维生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补什么肥呢? 每一次的开花结果都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使树体变得虚弱 那在结果后,如果没有及时补充养分 第二年的产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适合适量的肥料是非常重要的 在结果后应该提供高氮的肥料给树体吸收 蛋树的吸收能够把养分提供给叶片 注尽新叶片新枝条的生长,回复树式 那在这里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大力丸高氮配方20-15时 它能够提供大量的氮素给果树 让果树结果后回复树式 刺激新叶新枝条的生长作用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大力丸除了有氮氧钾大量元素之外 它也含有中力量元素来补充作物的养分需求 当然,马来西亚的天气千变万化 所以在天气沿着的时候 记得提供足够的水分 养分的输送可以通过水分 从根系进入植物的木植部 传送养分到每个部位 提高养分吸收率 所以记得要及时抓紧机会 为榴莲果树施肥 补充养分 这一次的高氮养分补充是为了要补回消耗的养分 未来年的产量打下的好基础 希望明年的产量也能像今年一样来个大丰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认为了我们们在两天 最高 台湾的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我很满意 这里面是两天 台湾的需要强调的 非常有效 而且是区益更加费的 现在我使用品 Cook economists 日十月 我们看到他们的变化 新增肤已经出现了 月子有效果 我看到月子很大便宜 月子有大便宜 看到月子一片大便宜 月子很壮 你看之前的之后 大很多它月子 这个果也不错 搬了 大利元大利元 4月25号21年 哥哥,这个可以吗 现在可以满意吗 他满意 现在 用了大利元 它的月子会比较轻 它的茎也是来比较快 素生也是很漂亮 月不美了 不看就来了 你满意吗,用大利元样子 不满意,我又不满意 你来看我榴莲美的,你用什么肥 我想我用很简单,我就放肥水 跟这个大利元 十二十二号方的大利元 慢慢来看 嗯,因为不太漂亮 你敢说过 我这个大利元 有两个地方 小伙子 你不要也不要 我自己认为 你说的 就是 你的 妈妈 家 在 做